最后再介绍你一个有趣的地方 那是位在台29线84公里处的大树果菜批发市场 原本高龄30年的大树果菜批发市场 在重新装修改造后 现在变成全新的大树凤栗园区 大树凤栗园区以创意行销强化在地农业产销特色 现在可是大树的新亮点 园区内抛弃老旧暗沉的色彩 以凤栗彩绘创作 加入牛车、稻草等农村印象 整个让人耳目一新咯 附带一提 这边也可以买到一些在地的伴手里 像是不添加色素及香料的原味水果果冻 凤栗口味珊瑚枣、凤梨酥或凤梨原汁等等 都可以在这里找到 除了农产品销售之外 这里有时候还有一些手作体验 假日农产市集及一文展览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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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